好,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看 蹲台概量施工技术这里 这就西松平常很简单了 实际上复杂的工法就那么几个 也不是特别多 就那么几个 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蹲台概量这个字幕全是了解性的 我们现在讲一个重力式蹲台 所谓重力式蹲台 就是自重比较大的 体积比较大的 就可以近似的看出大体积混凝土 而大体积混凝土施工技术 等到书门后面管理部分 这一节我们再介绍 所以说本节内容呢 都是了解性的 过一遍就行 说啊 蹲台混凝土交出前 对基础混凝土顶面 凿毛处理 反正所有的新老混凝土接触部位 都得要凿毛处理 所有的新老混凝土接触部位 都得要凿毛处理 凿毛 清理干净 保持湿润 不积水 是不是 这是个关键词 然后 由于这种重力式蹲台 体积比较大 由于这种重力式蹲台 体积比较大 那么就会导致呢 构建内部的雪泥雪滑热散不出来 会导致内外温差过大 容易开裂 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你看啊 他说要分层分块的胶住混凝土 你用胶住面来散热嘛 如何分层分块的胶住混凝土呢 你看我这样 我把这么大的构建啊 这样上下不就缝层两层来胶住了吗 缝层两层了 那么这个每一层的层高 意为1.5到2米 然后每一层我在分块胶住 比如说你看下面这样 我分成了123块 是不是 上面这层我也分成了123块了 我们具体在分块的时候啊 要求分块接缝 要与短边方向平行 你看 我我不是 我是以这个方向做分块接缝的 我没有这样做分块吧 因为你这样以长边方向做分块的话 会导致接缝部位尺寸过大 接缝部位毕竟是一个薄弱环节嘛 他如果接缝部位尺寸过大的话 就会对构建的整体强度损伤太大了嘛 所以说你看啊 每一层分块的时候 接缝是与前面尺寸较小的一边平行 就是与短边方向平行 做这个分块的接缝的 这样来做分块接缝的 而且啊 它的接缝形状不是直缝哦 它是起口缝的形状 你看接缝做中起口形 为啥呀 因为起口缝 能够增大相邻两块之间的整体性和连接强度 保证整体性啊 而且起口缝还增大了散热面积 是不是啊 另外啊 上下层的分块接缝要错开布置 你看下面这层的分块接缝在这里 上面这层的分块接缝在这里 上下层的分块接缝要错开布置 啊 不入环节的错开布置原理 防止引力集中破坏 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咯 你说这个分块数量是越多越好吗 比如说上面这层咱们分块 分块数量是越多越好吗 当然不是了 当分块数量过多的时候 当分块数量过多的时候 会导致整个构建的整体性 受到破坏太严重 就太零碎了嘛 是不是啊 所以说你看分块数量 平面面积在200平内的分块不超两块 如果这个平面面积在300平内的分块不超过三块 每块面积不小于50平 就是要求你每一层的分块也不能太零碎了 也要考虑到整体性和整体强度 是不是啊 好 接下来注视蹲台 你看这种注视的桥蹲 中间这个叫细量 构建明星药龙识别啊 中间这个叫细量 这个细量啊 保证柱的整体性啊 保证蹲柱的整体性 它要与蹲柱同步胶柱 整体同步胶柱的 如果是V型的桥蹲 或者V型的桥蹲 那这个两边要同时堆称的角度混凝土 那钢管里面交出的混凝土是补偿收缩混凝土 一般与钢垢直接接触的混凝土 大多都是采用补偿收缩混凝土 这玩意儿 盖梁施工 说在城镇交通繁华路段 施工盖梁的时候 采用整体组装模板 快装组合支架 减少站路 那如果是这样的 这是桥蹲 这是盖梁 那很明显这是悬臂式的结构啊 那么悬臂式的这种结构的话 胶柱是从悬臂端开始交出混凝土 是从这里 从这里开始对称的交出混凝土的 悬臂构建的交出 是从悬臂端开始对称交出混凝土的 讲到这个顺序 我就想起来前面我们某一个学员的一个 上课的一个提问 他说交出顺序和什么顺序是一样的 交出顺序当然是和拆模顺序是一样的了 悬臂结构拆模 是不是从悬臂端开始往里面拆模呀 当时我是要求大家记织模的顺序的 为什么让大家记住织模顺序呢 因为你不管是什么结构形式 织模都是从固定端开始的 你看都是从桥顿部位开始织模 是不是啊 然后拆模跟织模的顺序刚好相反不就得了吗 所以你记织模顺序都是从桥顿部位开始织模 然后拆模跟这么多顺序相反就可以了 好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桥梁的上部结构施工了 刚才我们把下面的装基础或者其他基础基础施工好了 做成台或者桥台 然后就是桥顿是不是啊 然后上面做上部结构了 就这个桥跨结构 那么这个上部结构桥跨结构 树上分成这么多子木 实际上最主要的是前两个子木 第一个子木介绍的是预制装配式的两板 就是这个两板啊 咱们在工厂里面给它预制好了 拉到现场给它雕装安装 第二个子木讲的是现胶的两板施工技术 第一个是预制 第二个是现胶的 那其他的什么钢梁啊 钢混结合梁啊 什么钢管混地图拱桥啊 希拉桥啊 这些基本上都是了解性的为主 好 我们先看装配式两板施工技术 就先把这个两板预制好了 然后现场雕装安装 那你雕装是如何雕装的呢 根据雕装设备的不同啊 它的驾驶方法分为起重机架量法 你看这个起重机 雕这个两板是不是 叫双机台钓嘛 两个雕机 雕这个两板 这叫跨顿龙盟钓 龙盟钓 这叫架桥机 在二件里面去年考了一道安理题 就请列举有哪些两板架式的方法 起重机架量法 跨顿龙盟钓 双向式架桥机 接下来 那你要想架设这个两板的话 咱得先把两板预制好呀 这个两板该如何预制呢 比如说如果你是个梯梁的话 你看普通梯梁是这样的 普通梯梁是这样的 但是如果说底部为扩大断面的梯梁 就底部有个扩大断面 是这个形状 你看你最近的看我这幅图 它梯梁下面有个扩大断面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时候啊 我们要先交注 扩大部分的底面 并阵导密室 就先交注这个部分 阵导密室 先交注这个部分 阵导密室 先交注这个部分 阵导密室 那么这个 扩大部分的底面 我们通常又称之为 马蹄段 它像马蹄字一样 是不是啊 先交注马蹄段 并阵导密室 然后呢 再交注副板 再交注这个 叫副板 最后交注顶上面 这个叫顶板 或者叫翼板 两面张开像翅膀一样嘛 所以叫顶板 或者叫翼板 或者叫翼板 是不是啊 好 那如果说是U形梁 这种U形梁的话 它是一次交注 或分两次交注 一次就是连续交注 就是把底板交注 正导密室了 就可以连着交注上面的 副板部分 分两次交注 就是把底板部分交注 养护形成强度以后 然后这个部位按时空缝处理 再交注副板 怎么按时空缝处理啊 那不就是新老红尼腿的 结束部位吗 早毛清理干净 保持湿人不积水 然后交注上面这个 副板 是不是 那这样就简单了 甭管你是T梁也好 什么U梁也罢 什么香梁也好 总之 在预制梁板的时候啊 我们都是从下往上 分层交注 分层正导 你看 T梁不是先交注 马蹄段 再交注副板 再交注顶板吗 U梁是先交注到底板的 承托顶面 然后交注上面的副板 交注上面的副板 是不是啊 那总之 总体顺序都是从下往上 分层交注 分层正导 然后把各部位的名称 啊 识别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那么大家 看我这幅图 你看啊 比如说 有一个桥梁 它的桥面宽度 比如说是 有30米宽 那你说 我们会预制一块30米宽的梁板 我们会预制一块30米宽的梁板 然后给它雕装上来吗 一般不会这么搞 你想 你要预制一个宽度为30米的梁板 雕装安装的话 它这么大 你怎么预制 怎么运输 怎么雕装呢 它不方便 是不是啊 所以现实中 我们都这样 你看 比如说预制这一块一块的体量 然后给它并排安装上去 组装起来 形成这么宽的一个桥面宽度 那比如说你看这个桥面 它是由12345 它是由五个体量并排起来 才能形成这么宽的桥面宽度的 是不是啊 那这样了 这里就容易出实操性的安理计算考虑 实操性的安理计算 听题目啊 是这样说的 说啊 有一个简直桥梁 比如说 这个简直桥梁呢 比如说是 啊 7乘20的简直桥梁 它告诉你啊 每一块要安装五块体量 现在问你了 整个这座桥需要预制多少块体量 告诉我答案 听明白了没有啊 很明显35嘛 啥意思啊 它已经告诉你了 好 那么总共这桥有7块 每一块标准跨竞是20米 就大致告诉你 每一个梁的梁长是20米嘛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这7块的话 每一块要安装五块体量 每一块要安装五块体量 那总共有7块 可不就5乘以7 总共这座桥需要安装35块梁板嘛 是这样的吧 那么接下来 大家再仔细看一下啊 大家仔细看 说这个梁啊 你看 靠边上这一块 我们就称之为边梁 包括这边靠边上这里 也是称之为边梁 那中间这个 这个 这个 我们都称之为中梁 啥意思呢 因为一般啊 这个边梁的形状 跟中梁稍有差别 你看一般情况下 边梁要保证两边安装护栏嘛 所以它要为护栏桩 留出来这么大一个 安装的基础 是不是啊 包括这边边上也是一样啊 那这个时候 如果其他的题目背景不变 我说 这座桥是7乘20的简直桥梁 然后呢 每一块 有边梁两片 中梁一二三片 这样的话 我分开问你 整个这座桥 需要预置边梁多少块 需要预置中梁多少块呢 会算吧 会算吧 那不是很简单吗 你看 每一块 这个两边这个是边梁嘛 它要为两边的湖来安装 留下一个安装的一个基础嘛 是不是 那你每一块两个边梁 总共有七块 那不就是7乘于2 等于总共有14个边梁嘛 那总共需要预置多少个中梁啊 它每一块有123个中梁的话 那整个桥有七块 那不就是3乘于7 等于37 21块中梁嘛 是不是 这个题目本质上 它就是一道小学的算术应算 只要你把题目都懂了 它就是一道简单的小学算术应算而已 但是你注意哦 考试还是喜欢考这样的十套计算 包括让你计算什么200的数量 计算200的预置工期 或者说在既定的工期条件下 至少需要多少套模板 多少个台座 才能完成200的预置 或者说整个这座桥 需要多少个支座 或者整个这座桥 需要多长的运力金 或者预置进度 能否满足雕装进度的需求 等等 类似这样的时操计算 等未来大家循序渐进 学得比较扎实的时候 你们在做题目过程中 会陆续的遇到这样的题型 本质上都是建立在 我的这个模板技术之上 只要你把题目都懂了 它们都是小学的算术应算而已 这是基本模型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仔细的看一下 大家请看 这个叫什么东西 看清楚没有 你们这个 这个叫什么东西 叫横格梁 叫横格梁 看见没有 你这个横格梁啊 能把两板之间 连接的更加牢固 整体性更好啊 是不是 比如说往前面翻 你会看到 你看这嘛 一块一块像雷板一样 实际上就剪成雷板 是不是 你看看 到这里 它是这样的形状 横格梁或者横格板 横格板一连接 这样不就整个两板 连成一块 整体性更好吗 中间这个 这个 两板之间的这个叫 湿接缝 叫湿接缝 叫湿接缝 啊 这个基本的专业名词 会识别 好 往后再看 那么构建预制好了以后啊 雕桩的话 你看它的脱模 以运雕桩强度 有设计啊 设计 设计无要求时 不低于设计强度的 75% 方可雕桩 后章法 要等后章 拱大跃降的强度 有设计 设计 设计无要求时 达到75%的强度以后 才能雕桩 那么构建预制好了以后 存放 可不能把构建 直接放在地面上啊 因为地面的不平整 两体放在里面以后 容易弯曲折断 开裂啊 所以说 得有专门的存放台座 这个存放台座呢 是高处地面 200毫米以上 并且周围有相应的防排水设施 防止周围的地基土壤 被水浸泡 会湿线 会呈现 好 那么两板构建 存放的时候啊 支点 要在设计规定的位置 支点处呢 用垫幕 或者其他的材料支撑 不得将构建 直接支撑在 坚硬的存放台座上面 得在支点处放垫幕 不能把构建 直接放在坚硬的存放台座上面 构建 按时安装的先后顺序 编号存放 运力和泥土 两板存放时间 不宜超过三个月 特殊情况下 也不能超过五个月 我们前面学到 预定力金和普通钢金的时候 一般存放是不超六个月 是不是啊 水利也要 其实不超三个月 这里预定力和泥土 两板存放时间 是不超三个月 特殊情况下 最多不超过五个月 当构建 这样多层叠放的时候啊 层与层之间 都要用垫幕隔开 你看 层与层之间 都要用垫幕隔开 上下层垫幕的位置 各层垫幕的位置 要在同一条数值线上 好 往后再看 那么 其中雕桩 雕桩作业属于特种作业 所以要编专业方案的 超过一定规模了 还需要专家论证 工地上经常要用到 其中雕桩嘛 所以说你要知道 其中雕桩 必须要编专业方案 超过一定规模了 还需要专家论证 那么施工前 先交底 对于作业人员 进行培训和考核 注意了 其中雕桩 他的雕桩手 包括信号指挥工 他都属于特殊工种 都得要进培训考核 合格以后 要持正上岗的 雕桩手 包括信号指挥工 都得要进培训考核 合格以后 持正上岗的 大家看我这幅图 你看 刚才我们讲的 横格莲或者横格板 不就这个玩意吗 就这个玩意吗 是不是啊 你看这个玩意 横格莲或者横格板 雕桩期间 下方是严惊通行的 更不要说占人了 防止高空坠物啊 好 我们看19年的一键 考了一道单选 考的比较简单 大家看这一题选什么 19年的一键 考了一道单选 关于装备式 预制混凝土 粮存放的说法 问你正确的是什么 A选项 说预制粮 可直接支撑在 混凝土的存放台座上 当然错了 我们看他描述的 就很露骨了 是不是 你看一般我看到 这样的词语 都觉得很牵强 就大概能推算出 你没有问题了 那当然不能直接放在 预制存放台座上面 你得要再指点出 设定墓支撑啊 B 构建阴暗期 安装的先后顺序 编号存放 当然没问题 工程上 只要有先后 施工顺序的 一般都得要先编号 C 多层叠放的时候 各层的垫墓位置 在数值线上要错开 错了吧 各层垫墓 应在同一条数值线上 D 运流泥土粮 存放时间最长为6个月 又错了 一般是不超3个月 特殊情况下 最多也不能超过5个月 好 正确的持络选B 往后再看 先减之后连续量的安装 这是在18年以后吧 教材变更 然后先放到书面上的 到目前从没考过 那么 也属于是了解性的 大家经养蛮简单的了解一下 就可以了 你不要 尤其专业外的训言 就不要硬钻这个东西了 我来给大家简单讲一遍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什么叫先减之后连续的量版安装呢 首先你得懂什么叫连续量 这个是每一个学员必须要掌握的 什么叫连续量 大家看我这个立面图 就是个连续量 你看 它有三夸 一夸 二夸 三夸 我们称之为三夸一年的连续量 我们称之为三夸一年的连续量 这一年有三夸是不是 三夸一年 那么简介量 它是每一夸之间 它是断开的 你看到没有 每一夸之间是断开的 而这种连续量 跨一夸之间是连起来 一个整体的 它没有断开 你很明显看见 我这三夸上面 是连着一个整体 中间没有断开的位置 没有断开的位置 是不是 这叫三夸一年的连续量 它为什么非得采取连续量的形式呢 这个生活上你要注意观察的话 经常会看到连续量的构造 尤其是我们的高架桥 在跨越道路 跨越其他障碍物的时候 为了增大它的跨境 这时候我们想象一下 量体的跨境越大 量体越长 是不是越容易折断 在这个时候 为了防止量体折断 我们就会想起到连续量的这种结构形式 连续量能够减小量类的腕矩峰值 比如说普通的减质量 相同的跨境 相同的核载这种下 它的腕矩很大 往下腕去的很严重 而连续量在同样的核载这种下 可能它往下腕去的就相对轻微一点 它减小了量类的腕矩峰值 意思是 同样核载条件下 连续量的量类腕矩峰值是减小的 是不容易断的 所以说我们采取了连续量的结构形式 那么你如果更简单一点 就很简单 连续量能够适用于大跨境的量铁 而不折断 就这个意思 这种受力特性 好 那问题是 我们本节学的是装配式量版 就是要把量预制 然后装配安装 那我们想个问题 你连续量这么大这么长 这么大这么长 我要预制一个这么大这么长的量 我怎么预制怎么运输怎么安装呢 不方便 太大了 我怎么运输怎么安装啊 是不是 这个时候我们想了一个小窍门 想了一个妙招 怎么妙招啊 我就把这么大的连续量啊 我化整为零的预制安装 你看我预制成这么一小段一小段的减质量的形式 化整为零的预制 然后安装上来以后 我再把它借头部位一连 借头部位一连 不是形成连续量了吗 所以本质上我们把这个模型简化一下 先减质后连续的量 意思就是把这个大的连续量啊 化整为零的预制安装 然后再把安装上去以后 把它借头部位一连 再连成一个整体的连续量 就这个意思 那问题是 你预制这个一块块减质量安装的时候 那你安装量版的话 量版下面不都得有支座来支撑吗 所以你看 比如这个支座 这个支座都是支撑这个临时的这个减质量的这个支座 这些都属于是临时支座的部分 要求临时支座的顶面高差不大于两毫米 因为未来啊 我们要把这些量版给它连到统一高层 形成一个整体的连续量嘛 所以说你不能使得它上下坐台太多啊 所以说它的临时支座 相对高差不能大于两毫米 尽量使它连到统一高层 连到统一平面上 就这个意思 那么施工程序要符合设计 要在一连两全部安装完成后 再浇注尸接头部位的混凝土 接下来仔细听一下我讲这个模型 你要搞明白啊 但你看啊 现在我看这个立面图的话 我看这个桥呢有三块 但是如果说我让你换个角度 我让你从上往下看到的平面图的话 这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啊 每一块它有可能不止一根梁 它桥面的宽度比较宽嘛 比如说你看它第一块可能是有 一 二 三 四 它可能是有四个这样的 简直量并拍起来 才形成这么宽的一个桥面宽度的 那么对应的第二块肯定也是四个 一 二 三 四 第二块也是有四个梁并拍起来 才能形成这么宽的桥面宽度的 那么对应第三块也是四个梁了 一 二 三 四 你看 那这样的话 要求你在这一连梁全部按人完成以后 再交出世界的混凝土 那么请你告诉我 要 要安装多少个梁以后 才能交出世界的混凝土啊 请你告诉我 总共要安装多少个梁以后 才能交出世界的混凝土啊 就我这个题目的模型 现在 很清楚的告诉你 很清楚的告诉你 整个这一年 有三块 而每一块 有四个梁 那这三块就多少 三块 一年有三块 每一块四个梁 那总共这一年不就有 三乘以四等于 十二个梁吗 就是让你等着一年的十二个梁 全部安装完成以后 再交出世界的混凝土 中间这个部位嘛 世界的部位混凝土 是不是 而且 同一年的十阶头啊 要全部一次性交出完成 比如说你看 这三块一年的 这是不是同一年的十阶头啊 这是不是这同一年的十阶头啊 要一次性同步交出完成 那么实际施工怎么施工呢 哦 实际施工啊 比如说 你看啊 我是先安装 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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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安装好了以后呢 我们来 比如说 雕装第一块的四个梁板 雕装梁板 梁板 雕装上去以后啊 我先把梁板之间的十阶缝 先给它交出起来 比如说 我可以先交出十阶缝 先交出十阶缝 那这样 第一块这四个梁 不就固结成为一个整体了吗 然后第二块跟第一块一样 我也是雕装这四个梁板 然后把梁板之间的十阶缝 给它交出好 交出好 交出好 哎 那这样的话 第二块这四个梁 不也就固结成为一个整体了吗 然后 我再交出第三 我在雕装第三块的四个梁 第三块的四个梁 雕装好了以后 我再把它们十阶缝 给它交出好 十阶缝交出好 这样第三块这四个梁 也固结成为一个整体了 是不是 然后我再把它们 十阶头 给它一年 十阶头一年 那可不就形成 整体连着的连续梁了吗 当然 我们想象一下 这个十阶头部位的 梁林土交出 必然在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在这个部位 这个部位 也就是这里的 这个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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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新老梁林土的 接触部位 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干什么 十阶头部位 它的新老梁林土 接触部位 就要遭毛处理 遭毛 清理干净 保持湿润 不积水 那你要想交注 十阶头部位的 梁林土 比如说 你要想交注 这个十阶头部位的 梁林土 你一交注 不就漏下去了吗 所以下面 得有底膜板 这个十阶头下面 这个缝下面 得有底膜板 那么底膜板下面 这是永久制作 这是永久制作 在两个零食制作的中间 它是永久制作 啊 好 由于是阶头部位 梁林土 它是后胶带嘛 所以后胶带 一般都是用 比岩仙 高一个强度等级的 补偿收索梁林土 是不是啊 后胶带 阶头借口部位 是不是经常用 比岩仙 高一个强度等级的 补偿收索梁林土 那比岩仙 高一个强度等级了 所以我们讲 当然保湿养护 不小于 摄四天了 因为 我们讲的 三种特殊情况 缓龄的 高强的 抗盛的 这三种特殊的 混凌土 要保湿养护 至少 摄四天以上嘛 缓龄的 高强的 抗盛的 这三种特殊的 混凌土 保湿养护 至少十四天以上 是不是啊 好 那么 石界头也要 按要求 施加运力 这叫负弯矩 长拉了 因为你看 连续两弯矩分布 是这样的嘛 是这样的 也就是说 在普通的两段 是正弯矩 主要是 两起的下部 是乱严重 两起的底部 最容易断裂 而在石界头 这个部位 受到了 桥墩上面 制作的 这个支撑作用 它有这个 对桥梁两板的 一个支撑顶力 制作反力 反而导致 两起的上部 受达严重 这样一顶 反而是两起的上部 容易断裂 所以说 我们是靠近 两起的上部 布置 运力金 所以这叫 负弯 去长拉 而普通两段 我们是靠近 两起的下部 布置运力金 是不是 哪里容易断裂 我们就哪里 多布置一点运力金 所以我们讲 石界头部位的运力张拉 把石界头部位运力张拉 连到一起 这时候叫 副玩具 张拉 那么这样讲 比较空洞 还得给大家再看看小视频 简单的再看一下 这个小视频 啊 啊 感谢观看